今天我和小刘阿姨 我们到旁边邻居家来做客 我稍微打扮了一下 刚才小刘阿姨说我的帽子好看 帽子好看 人好看 不戴帽子都好看 不戴帽子都好看 来做客嘛 我们还是要带点那个吃的 也准备露一手 弄个比较快的 安睡茶 还有一个鸡翅板的 她说他们家那个厨房 已经很专业了 那不一定啊 我来看一下 到了 完了 我们还以为 我们专业 自自己带着这儿跑相来 我邻居说他们家 厨房专业的 我没想到这么专业 这太厉害了吧 这就是好像是一种 那这你们准备的是吗 那这种大餐 哦这是大红虾 哦厉害 好了好了 还要这么多吃不着 我就准备吃好不好 好了 我准备在这儿露一手 人家都是这个专业厨师 然后我今天就带的就是 大家吃完饭以后 想要睡个好觉 那这个就是喝了 就比较容易 睡觉 睡得比较香 你们也学一下 你要专业厨师 人大厨他煮不来睡眠茶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大厨不会做睡眠茶 我来 我就直接拿这个壶装进来就可以了 几好我带这个壶 这么专业的厨房 也没有这个 这个就是 商森 当过这 他倒一把 那个枸杞可以全部放 就除了那个 当过还有枸杞 差不多都在五克左右 五克左右的枣 桂圆五克左右 玉竹 甘草 芙苓 莲子 百合 酸枣仁 这个酸枣仁啊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平常的嘴泡水喝 他就是祝鱼子 你们觉得看我这样子 应该是属于 不操心的人吧 对 但是 我太操心了 我现在就觉得好像 没了我 家里面就转不动了 但是我有两天去工作去了 所以穿得挺开心的 哈哈哈哈 那要不然 回头还是去工作吧 你们想要我做什么工作呢 可以推荐一下 到时候 选两个喜欢的 做给你们看一看好不好 哈哈 好 全部放进去了 煮三十分钟 如果有条件的话 这个泡上一个小时 然后再煮三十分钟 效果更好 好 这个就放水放进去了 登登登登 好啦 已经煮好了 倒出来了 好啦 已经做好了 这叫睡眠茶 前段时间 我们小的阿姨就是 就睡眠不太好 她弄了这个茶以后 她就睡得不错 所以推荐给我们 我要重的感谢 你的小刘阿姨 敬你一杯 哈哈哈哈 我好像穿早的味道 我不吃饭了 我要回去睡觉了 哈哈 拜拜 哈哈哈 哈哈哈